你們說的那個共識 你們講的那個共識如果有放進去 我們沒有說要 五年前沒有說要修協議 我們只是說協議的檢討落實 那我就問你說的共識為什麼沒有放到協議啊 為什麼沒有修正到協議 這已經是一個主理的默契了 其他請以書面答覆 下一位我們請羅智正委員諮詢 可不可以請林部長副主委 還有我們法務部次長 副主委還有法務部次長 洛言好 部長辛苦了 這幾天來大家都非常關心這個案子 而且不斷強調希望不分朝野 能夠槍口一致對外 可是我們擔心的是 政府部門自己有沒有槍口一致對外 看了這個報告之後 對外交部過去一年多來的努力 我們非常的感謝 也肯定 但是您知道有人在扯你後腿嗎 沒有我想我們 沒有嗎 那法務部為什麼會講說 對岸把人帶走符合國際的原則 次長 你們那個代副市長說 這符合國際原則啊 如果今天中共一句話說 你看你們自己的次長都說了 你們自己的法務部都說了 符合國際原則 那請問我們外交部 請問我們陸委會怎麼去跟人家要求 我不知道這個答型是什麼東西 裡面內容 但是我要 你們是副市長 對 我要我要在這裡重申 就是法務部的立場 什麼立場 我們的立場跟外交部跟陸委會是一致 有嗎 那副市長 請回答 你昨天在面對媒體說 中國把人帶回去符合國際刑事管轄的原則 羅伯委員 這個問題不是這樣子問的 你看今天媒體就這樣寫啊 那媒體寫錯了 那你再說一次 你再說一次 應該正確的說法是說 大陸對這個案子有沒有管轄權 他們的管轄權是否符合國際原則 那在我們的法律層面來講 他們今天的犯罪的被害人 全部在中國大陸 他是屬於犯罪的結果地 所以大陸有國際 在國際的刑事司法來講 他有管轄權 你說這是背書啊 你幫他背書啊 問題是說 這個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啊 對啊 這是法律 你可以不用幫他解釋 你講我們的立場就好啦 他問題是在問法律層面 我就只能回答法律的規定啊 你講了說 他們符合國際原則之後 請問一下我們陸委會 怎麼跟對方講 對方說 你們自己法務部都說 我們符合國際原則啊 這個問題要再確認 副主委 你怎麼回答 如果對方說 你們自己法務部都說可以啊 我們昨天也有跟陸方在溝通 而且提出訴求就是說 以100年處理的模式和潛力 對於我方人員 我方是有管轄的 所以我們要把我方人員帶回來 我再問一次 我們現在政府到底是不是需要人回來 我們當然是需要人回來 可是今天媒體又講了 法務部的高層說 這些人在台灣沒有犯罪 怎麼送回來 難不成要台灣成為 電信詐欺的犯罪天堂嗎 市長 這個法務部高層是你嗎 我想你想 應該也不會是我 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比你更高層的 這個來源從哪裡來 我也不知道 媒體報導啊 我說媒體的來源從哪裡來 我不知道 我去查詢的結果 沒有人告訴我說 這個是誰講 所以法務部也是要人回來對不對 我們是在 所以如果陸委會昨天有熱線 其實我們也跟大陸有窗口聯繫 我們也提出相同的訴求 他們說他們研究完了以後 到底是因為涉及電信詐騙案還是其他的案子 他是三個罪名被抓 在肯牙 有沒有電信詐欺案 他沒有電信詐欺 所以這幾個人被人家抓 一點跟電信詐騙都沒有關係對不對 沒有 那你們外交部怎麼寫 還有法務部怎麼寫 我們說是他違反 他已涉及電信詐騙案或肯牙法店判無罪 外交部怎麼寫 是這樣子跟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我們知道的就是肯牙法院 對於這個案子判無罪的罪名 是無照經營電信業 無照使用無線電信設備 還有組織犯罪 有沒有電信詐騙案 他們有沒有去審電信詐騙案 我們是不清楚 好那就是問題出現了 這個案子至少在肯牙法院的審理過程當中 跟電信詐騙無關 沒錯吧 這個不能確認 不能確認吧 那至少判無罪的部分 沒有電信詐騙案嘛 對 那這些人有沒有犯電信詐騙案 我們不清楚 你不清楚 對 對不對 對 因為陸方有沒有給你相關的事證 他們有口頭告知 口頭你就相信了是不是 不是 這個是本來就是我們的 這個聯繫窗口在聯繫事情 所以抓人之前有沒有跟你講 他們犯了什麼案 抓人之前沒有講 沒有對不對 對 之後就是剛才那個 有委員有問到 所以從無罪推論的原則 從無罪推定的原則 你相不相信我們的國人 我們要相信啊 當然要相信啊 對 所以當對方說他是電信詐騙 就押回去了 但是 那我們態度是什麼 好 目前我們跟他們公安部的官員聯絡 他們說這個是在民國103年12月的時候 他們就在大陸 因為有北京還有這 有沒有給你資料 他們沒有給我們書面資料 你就相信了是不是 這是他們偵查中的案件 就像他們跟我們要偵查中的案件 我們也不會給任何的書面資料 那基本的數字 只要讓我們知道 他不然他隨便講個理由 就把人壓走了啊 這個在肯亞當地扣到了非常多的電信設備 而且他們這案子大陸會去肯亞 可是肯亞起訴的最明顯 是因為在大陸已經查到了這個 這個北京還有浙江的被害人 在相關的市政上你都沒有看到 對不對 我們是官方的聯絡 官方的聯絡是有 有協助的信賴的 那我請問你好了 那個次長 是 這些人你剛才提到他是遣訪還是被引渡 他不叫做引渡 對 也沒有引渡條約會被引渡 這個叫做這個叫做七組組 什麼叫引渡請告訴我 引渡一定要根據條約 就是有條約為依據 要嘛就是在審理中 不然就是已經定罪了對不對 經常都是這樣 但是 無罪的人可不可以引渡 無罪當然沒有所謂 沒有錯啊 那這些叫什麼 遣返對不對 他用遣返的名字應該是 那遣返的SOP是什麼 遣返給誰 遣返就是說 因為他跟他有邦交 所以他說 我們抗議說 這是我們台籍 我們是我們台籍 我們是台灣 所以被送回去 跟犯不犯罪無關 他只是遣返而已 對 遣返 對不對 後面那個12個叫做 不受歡迎人物對不對 肯牙的 我是看報紙說明 肯牙的說辭是說 他是從大陸來 他說 They come from China 我們took them to China back to where they came from 這句話什麼意思 是他們從中國坐飛機來 還是他們從中國來 這兩個不太一樣喔 所以我們 我們不太了解案情 所以我們 到現在還不了解喔 他一直還沒有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你要 剛才我口頭報告不是講 說我們要求他 具體講說 到底那個案情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如果遣返的話 你看過這麼一個國家 會喝槍實彈的 然後跟別的國家的大使館人員 把人押回去嗎 這叫遣返嗎 我剛才 我也譴責 假如表示說 我們不認同 用這種過度的強制力 我們刑事訴訟法也有規定 當有遇到抗拒的時候 有強制力 但是一定要符合比例原則 我們必須要先確定一下 這第一批八個被送回去或遣返過去中國 後來15個還有25個 到底現在是有罪自身還是無罪自身 當然 未經審判都是推定無罪 沒錯啊 對啊 那如果從遣返的角度來講 我們台灣有沒有 這跟管轄權無關 從遣返 光這一點來看 台灣有沒有資格要求 我們當然有這個要求 因為他是我們的台籍人士 我們就跟以本一台籍的我們的國籍 我們就要求要保護我們自己的人民 當然我們就是要求嘛 所以中國跟 外交部才會有那麼多的作為 也就是這樣 那我要請問一下外交部 中國 你們在第一線最清楚了 中國要求這線遣返的理由是什麼 是因為只是因為他們登機從中國登機 所以遣返中國還是說他有犯罪 我想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做法 我想是相當的蠻橫的 我想他是在這個肯亞方面 認定他們的三項罪名不成立之後 所以他們事實上是中國大陸的 大使館跟這個肯亞的警方 他們是在強制的做法 所以我們才會對中國大陸 這樣一個動作表達嚴正的抗議 換句話說程序上完全是不合理不合法 我們認為是不合理的 姑且不論他們有屬地嘛 屬人嘛 沒錯 做法上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我們不能接受 對啊 這才是我們的立場啊 不是法務部的立場 就一開始講說他們 符合屬地的原則啊 同樣我再請問法務部 市長 他們犯了中國的刑法對不對 如果照中國的說法 照中國說法說他犯了刑法 犯了詐騙罪 在第三地 我們的國人在第三地 犯了中國的刑法 所以被遣返 那可能屬地原則就適用了對不對 他們是這樣認為 對 那我問你 你看過中國全部的刑法內容沒有 沒有 你知道你什麼時候犯中國刑法 你知不知道 蛤 什麼時候你不小心犯中國刑法 你知不知道 我不小心了 我看 因為有一些是自然犯的 就是大家知道說不能做的 騙人家 殺人家 這些東西 我知道 那中國如果 特別規定的東西我不太了解 你知道有個叫 危害國家安全罪嗎 103條 中國刑法 我不是中國法律研究者 我是 對啊 我們都不是啊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在中國 在美國任何地方 突然犯了這一條 什麼 破壞國家統一 策劃國家分裂 這一條就被抓了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犯了中國刑法耶 犯罪的結果地在中國 所以我說 行為地在美國 我們捍衛我們的主權獨立 這個我剛才 所以屬地主義原則 我們幫他講屬地主義原則是有問題的 我剛才講說 那個不是我們法務部的立場 我剛才講 你們副市長剛才已經說了吧 他們有理由嘛 他是在講他說 答行的時候 他在講說 國際上的做法 我剛才有記者訪問我的時候 我說國際法上裡面 關於管轄的規範 沒有統一原則 沒有錯 有屬人嘛 對對對 有屬地嘛 所以世界全原則都有嘛 對對對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管轄衝突嘛 那我們是台灣 就是主權獨立國家 我們就是一直堅持說 好 我們最有利我國人的 我們是國籍 就是我們台灣籍 所以我們還是主張說 那還是要歸我們 所以我們的步調 是跟陸委會 跟外交部 是同調的 好這幾個人現在怎麼辦 那個陸委會 已經被壓了35個人 是我們現在 昨天提出訴求 就是近日我們希望派團 在協議的這相關機關 包括刑事警察局 法務部陸委會派團 去大陸了解探視 那這部分當然我們希望的是 在依照100年的那個處理模式 能夠把我方的民眾帶回來 好最後還有五個人 現在還在肯亞 可能六月份要宣判 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 這五個人同樣被壓 還是你們覺得已經沒辦法了 前例先例已經造成了 這五個還是會被壓到中國去 我在這裡跟委員報告一下 市長我們現在請陳大使 這個留在肯亞幾天 就最主要就是 要能夠確保我們國人的權益 這個部分我還在 在跟肯亞的警方 跟肯亞的政府方面 在做進一步的聯繫 我們有沒有任何新的主張 我們的主張就是 希望要能夠把他們帶回台灣 好我最後再確定一下 這幾個人 通通是經由中國大陸 登記前往肯亞的嗎 這台灣的五十個人 他們是一批人 對他們是整批人 一批人是不是同 我只是問確定一下 對不起 是從中國大陸登記到肯亞去的 那部分我們也是看到這樣的報道 可是沒有辦法完全確定 你們在那邊那麼久 都不知道他們到底怎麼去的 是從中國登記還是台灣登記